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定 我主要是要让你们去看 或者是我把第二列也复制一下好了 然后一样去做选择性贴上值转字 我主要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通常我们拿到一张资料表 我想应该还蛮容易的 可是接下来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分析资料 然后该分析完毕 我该画什么图 这很重要 好 所以这是标题 这个等于说是记录 那接下来我建议各位 这边要练习打一下这个属性 例如说请问行ID 这是第几行的资料的意思 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通常我们没有人去做 把这些行的ID加总起来 没有人去算这些东西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文字性质的资料 订单ID文字 然后订单日期 日期是不是也是文字 是的 日期是属于文字的 文字 OK 那一此类推 请问这些是不是都是文字 所以我全部复制下去 这是不是全部都是文字 什么省啊 那个国家地区类别 是不是都是文字 产品名称是不是也是文字 请问销售额是什么 数字 对 我重点 重点是要让你知道一下 数量是数字 折扣也是数字 然后利润 利润当然也是数字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要分析是分析数字 还是分析文字 数字为主 举例来说我们会关心一下 我们中山区有多少人口数 人口数 对不对 我们会关心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你应该比较不会去关心 中山区在精度多少度 纬度多少度 不过精度多少度 纬度多少度 那也是一个数字 好 所以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我们看到 我们要分析的内容 就是这些数字 举例来说 我们可能想要知道说 我们的 因为我准备资料是销售资料 我的产品销售到 哪些国家的销售额是多少 我想要知道 哪一个季节销售额是多少 或者是哪些城市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客户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都是用销售额来看 或者是说 哪些 哪些客户 我们对他是一个大宗的销售 但是呢 他的利润是负的 那就叫奥克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想要知道这些事 请问这是不是都是因为 我们要先知道这些数字 所以数字真的很重要 你能不能从 你能不能从 这上面的这些内容 分辨出来 这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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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 只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例如说 第一列 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那个是文字 可以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来做分析 分析什么呢 例如说 像行ID 我们就可以分析 总共几笔记录 至少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几笔记录 然后订单ID 有几笔的订单 订单的日期 哇那就多了 例如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析 各年销货额 可不可以分析 各季销售额 还有 可不可以分析 各月的销货额 可以吧 就是光是日期 日期搭配销货额 哇我们就可以分析 好多种资料了 甚至 甚至还可以比较 今年第一季的销售 跟去年第一季的销售 对不对 这都是从日期 来去做资料分析 那另外我们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 客户的名称 我们可不可以 排出客户 哪一个是我们 第一名的客户 第二名的客户 第三名的客户 C16取一个 乘 C4取一个 我们可以画出 16乘4 那64张统计图表 我们可以做64项分析 我们请问 可不可以分析出来 哪些国家 哪些客户 它的销售 那这边是不是变成C16取2 乘C4取1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我们可以分析太多东西 但是 但是 你要知道 我们主要要分析什么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现在是不是会看到 销售额跟利润 你觉得 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报表 给老板看 你觉得老板最关键的是 销售额还是利润 利润 那你就应该先做利润 我们今天 千万不要从头到尾 每一张报表都做分析 而应该是 有目的的分析 有目的的分析 好 再来是什么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去给 我想啦 我想 你的老板可能会想要去看什么 筛检啊 这个月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去做 比如说乳癌的筛检 那跟去 去眠同期 有没有增加或减少之类的 那你就应该做这样子的报表 去给他看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 我想我就想要知道说 那哪一个城市的利润最高 或者是 我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对不对 类别 我有类别 类别 我到底哪一个类别啊 的那个利润 获利最高 对不对 类似这些 我想这都是老板会想要关系 所以我们先做这些报表 那就没错了 好 那接下来 我觉得 知道怎么做分析 这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那怎么做分析 首先 第一件事情 绝对是用常用底下的 格式化为表格 为什么 这个常用底下的功能 很多人都不用 好奇怪 真的非常奇怪 常用 绝对来说好了 请问你家西装多 还是那个一般的家居服比较多 家居服嘛 可是你 可是 可是 家居服你不穿 天天穿西装 可是西装又只有那两套 那是不是很奇怪的是 所以真的 请你们注意 常用底下的功能 一定要会用 像我们刚刚握的 是不是一直在介绍 常用底下的样式 真的 要请各位 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观面 好 点选 格式化为表格 随便你设任何一个 点它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就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像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那我可不可以再衍生 衍生出一些 那个 例如说 年 这个订单是属于哪一年 所以我稍微简单教你们一下 函数的应用 函数应用当然就是用什么 等于yeal 然后刮胡它说 放一个serial number 那当然就是日期 放日期 例如说我现在要放是什么日期呢 好 这边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请注意 我放的是订单日期 在上面一点点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一个细细黑黑的那个箭头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代表整个订单日期 蓝 整蓝 但是有些人会选到这一格 我要解释一下 这格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以前你们用传统的方式来去做选取 这是不太好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都把 那个easeal都已经提升到不是用储存格的观念 而是用一个表格的观念 表格 表格里面我们很少会去计算到储存格多少 这个储存格多少 而是说什么 整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整个订单日期排成一个array array 就是一个阵列 第0个是什么 第1个是什么 第2个是什么 第1个是2016年1月1号 第2个是2016年1月1号 第3个2016年1月1号 以此类推 这个就是指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做 几乎已经没有人在做储存格了 所以要选 不是选整蓝 这个c冒号c整蓝 在下面有一堆空白 那你不是在计算的时候浪费处理空白的时间 你要求他 例如说 我要求 我今天去跑一个资料 我要求我不管是谁 只要是有那个北这个的人 全部都要来去做排档 做筛解 那这样的话会把 例如说新北市的人 是不是也找过 不是这样子的观念 而是我要做 应该是只有整个我的资料 我的资料就在哪里 在这里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上面一点点 这边点一下 这就选到整个订单日期这里来 然后又刮复 这样的话是不是 整个衍生资料就被我们算完了 好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当然继续回去 再把G月算出来 好 那月 G的话是quarter quarter四分之一 那个quarter 然后月是用month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去理解分析这一块 怎么分析呢 首先我们一定是用插入底下的书没有分析表 插入底下书没有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表格1 这个地方是整个表格1 好 抱歉 我忘了提供那个提高工作效率 你知道这边提高了很多工作效率 首先例如说 你看我 我把这个卷轴往下卷动 你有没有发现 本来 本来这边是不是第一列是我的标题列 好 往下卷动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把那个标题直接锁定在刚刚ABC 就直接换掉 以前你是不是要花时间去找什么固定栏位 现在不用 什么冻结栏位都不用了 还有 假设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排序 排序 排序 假设我依照客户名称做排序 客户名称 所以我点选 点选客户名称 右边就可以找到 你以前是不是在上面找功能 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 好 尤其我在教大数据分析 我们几乎就全部都是在这个资料里面来去做 就可以了 好 点选客户名称 从A到Z 我们就好像查字典 你一定从E这个笔画开始查 所以一定是客户名称 文字性质一定是A到Z 就是从E开始查就对了 好 那当然了 如果说以行记录 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 那当也是由小排到大 那请问你 日期呢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绝对是什么 就排到新 这整年2016年1月1号到2016年的12月30号的资料 都在这边 简单说就是 你不用在上面再去找东找西了 那些寻找功能的时间都节省下来了 如何做分析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什么产品 什么产品利润最高 或者是哪些主要的城市 哪些主要的客户 对不对 是我们的主客户 主产品 这都很重要啊 举例来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那个中山区 我要去派那个塞检车出去 我想要知道到哪一个地方 哪几个岭 我们应该有二三三四十个岭 哪几个岭 可能配合度比较高 我们先去坐那边嘛 先把成效先做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老板想要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就先做出来给他看 所以第一 插入书纽分析表 插入书纽分析表 为什么在这边 这越左边一定越重要 请问一下 表格的左边 表格插入表格的左边 有一个插入书纽分析表 因为书纽分析表格 当然表格类的 是不是都应该放在一起 这样可以理解了 原来书纽分析表 应该放在什么 表格的隔壁 因为都是表格 所以点选 插入书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我就想要去看说 哪些客户 哪些产品 是用勾选的方式 例如说 假设我们先去看一下 哪些类别好了 就是产品的类别 然后呢 然后 理论 这两个都打勾 然后最好不要给老板看资料表 而应该看什么 统计图 好统计图 所以在这边 书纽分析图 直接按确定 而且最好 最好是这个 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这个数字就要由大排到小了 这没有例外的 因为老板这时候 你去看技术还是办公用品 我知道你希望呈现那个数值 但是我觉得你排序一下 那个数值根本就 根本就 只需要标第一个就好了 不需要去标第二个 第三个 好我们排序一下 所以这边 这个 这个 然后排序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排序 由大排到小 好所以办公用品 最多技术 加具 十次跟最后 可以吗 好 可是我觉得这样分析是不够的 这样分析是不够 因为通常有时候 我们会想要知道 就是说 在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在哪些地区 什么叫在哪些地区 就是说 假设我有分什么 华中地区 因为我们这边的资料是 来自于微软公司 大数据分析 它是拿大陆城市 大陆超级市场 对超市的资料 来去做分析 好 所以我就想要知道 在哪些地区 假设你想要进一步的知道 在哪些地区的一个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 说你有分析表 看到分析 分析里面有一个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 点它 假设我想要知道说 哪些客户 或者是哪些国家 像现在我想要知道哪些地区好了 或者是 我想要知道哪些子类别 这都可以去做分析 这都可以去做分析 点选 确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在做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看 办公用顶跟技术差不多 对不对 至少我知道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我在 那我在 例如说 中南地区 有看到吗 这个阶梯状慢慢出来了 西北地区 哇 你看这边是不是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了 技术 为什么在西北地区这么长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到的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城市 它是长这样子 我们好像一个模型 模型 我已经建模出来了 就是不管是什么 我们大概看一下 办公用品技术 这都是最高的 好 可是为什么在 西北地区 技术是不是就比较差 你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结算到今年为止 现在已经12月了 你们可能会想到 想要知道说 那为什么有些里 已经达到 例如说70%的一个筛减 可是有些里 只有20%的筛减 就是类似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好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不要在那边 而且 而且哦 你找到这个问题点 你找到这个问题点 再去跟主管讨论 因为 是不是我们 可以赶快的 例如说 假设在 8月的时候 我们去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就可能赶快把 那个 筛减车啊 然后开到那个 还没做筛减的那些地区 那这样成绩是会整个提升 好 可以了解哦 那重点是 这个 这个内容 现在是看 利润嘛 现在我们是去看 利润 那有时候 有时候假设我们会希望知道 那个 获利跟 利润 之间的一个 差别 这很重要哦 好 我再 我再重新举一个例子来跟你们讲 分析 好不好 就是 我们现在做 第一个分析 大概你知道一下 我们 重新回到订单 你们这一个交叉分析筛减器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例如说 例如说 我们刚刚在这边我点分析 插入交叉分析筛减器 请问刚刚是不是做完地区的分析 我可不可以再针对 例如说 这边有城市 你也可以针对城市来做 分析 你也可以 例如说 加做客户好了 因为 因为他这边分类的 分类的不多 因为客户名称这样就会一堆 一堆客户名称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 筛减 筛减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会有一堆的筛减的数目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就 理来去做分析 好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就 有性别来去做分析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说 或者是年龄别 例如说 45岁到55岁 55岁到65岁 65岁到75岁 就是 很多选项 我比较喜欢跟你们谈这种东西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 就希望说我们大家能够对市民的健康能够提高一些帮助 真的我要告诉你这个交叉分析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在以 因为国家就是大陆 例如说产品名称好了 确定 你看 我是不是又可以去做西北地区的 例如说 这一个 而且你可以控制健康能处 多选几个 这都是办公用品 或者是 或者是控制健康能处 这几个 这个意思就是西北地区刚好都没有卖这些东西 控制健康能处 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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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哇 你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 西北地区的什么 加剧居然是富的 看到我现在说的这件意思 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去做分析的时候 没有那么刚刚好 就只有两个项目 你可能要 要去看性别 例如说 那个 口腔癌跟乳癌 一定知道那个从性别上面 我们很少人在研究分析男性乳癌 可是男生会不会得到乳癌 会呀 只是那个比例太低了 可能一百个只有一个的例子 所以我们先研究女性得乳癌的那个比例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个交叉分析 去做这样子的分析 这就是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去合作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因为就我知道那个乳癌有 一百三四十个栏位 一百三四十个栏位 你知道那怎么分析 所以我们每次在跟卫生局讨论的时候 就在讨论我们先从几个面向里去做分析 好 那我们继续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 在这个地方我们销售跟利润 它彼此之间应该存正比的关系吧 我是这样觉得 可是如果不是呢 好 那谁知道 我们先来调查一下 因为就是整个大陆 例如说这家公司 所有的超级市场的销售跟利润的分析 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 是不是在大陆 每一个超市都赚钱就不知道 我们现在就来做分析这件事 所以我们一样插入枢纽分析表 确定 点回去订单哦 重新点 好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看子类别好不好 就是我们有产品 有类别跟子类别吗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个类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勾 销售 销售额 跟什么 跟利润 那这张表 我就觉得蛮适合画什么 分散 就是你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先用预设的 预设 这边应该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就是说 一个大 一个小 销售额一定很高嘛 利润不太可能高过于销售额 但是这边有看到吗 桌子 桌子 桌子是不是会看到这种情形 那请问你接下来应该会很关心 那在哪一个地区啊 那个 这个利润很差的是在哪一个地区 你们想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用 我这个分析底下的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去把地区 地区 好 点选地区 确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 注意哦 桌子哦 桌子 这是我们最先会观看的 好 桌子 例如说点选中南 有看到 中南地区这边桌子是附的 好 我们印象中至少知道这件事了 中南地区 我卖越多 那个桌子 亏越多 好 接下来西北 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样的意思哦 好 西南 也是 东北 但东北好像比较少了点 华北 好 那 整家公司 这桌子不要再卖了 在各个地方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亏的 干脆送算了 送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还可以打赏知名度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这样子分析的话 这样子分析 我们可能还会再去观测 再继续再去观测一些 比如说从客户的角度来去看 因为是商业商务资料 会是这样子来去做分析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内容 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哦 原来是这样做分析的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有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 假设 假设现在 你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来去 来去 做 很有效率 因为 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越来越多 绝对不会越来越少 那 因为 因为 我要告诉各位 健康的需求 那个是 是从零岁开始 只要出生开始 就有这个需求 而且 大家会越来越重视 越重视 那当然 我们在做每一个 应该 应该所背负的责任 会越来越高 所以 我们应该在 就是技术上面 是不是 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说 你要知道 你要服务的对象 在哪里 而不是 别人给你的名单 或者是你从 系统里面 捞出来的名单 你看像 你在网路上买一本书 他就会猜 他就会去猜哦 你可能对哪几本书 会有兴趣 你不觉得 你未来 你在挑选名单 也要这样挑吗 就是 假设我今天 我要去做 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地区的居家拜访 然后这个时候 他会先排出来 哪几个是你最先 应该要去的 然后 你才能够 比较容易的 达成使命 举例说 假设他列给你一个 30个名单 全部都是在上班 结果你现在 去 绝对都扑空 那 是不是可以 从资料整理这边 我们就先找出来说 哦 可能你去的那一区 然后30个名单 你都拜访得到的人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所以在资料分析这边 我觉得 应该要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要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特别介绍 这一项功能 另外我还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 其实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那个销售额 那销售额 其实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资料分析 而且这些资料分析 他都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举例来说 有时候我想要去分析 我想要去分析什么呢 这个销售 销售额的一个比例 什么叫销售的比例呢 就是一个分布的情形 分布的情形怎么讲呢 就是 我想要知道我们跟 我们每一个订单 它的一个销售额的一个分布 到底都是小订单 还是大的订单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要先去把增益集安装起来 就是你的电脑可能不具有 画直方图的功能 可是如果你是用2016 2016好像这里面 这里面未来会提供一个叫直方图 好像放在组合里面 反正2016版有多增加很多图 可是我现在要教你是 其实你的电脑有增益集 增益集把它安装好 统计分析工具箱 你就可以去画直方图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档案 档案底下有一个选项 选项里面我们去看增益集 请把增益集 这个地方 请把增益集 增益集 有看到哦 增益集 执行 然后我想要去安装分析工具箱 确定 你看你的资料 请看资料 最右边就多了一个资料分析 有多这个资料分析 好 接下来 那个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东西 增资料分析里面有非常多分析工具 什么ANOVA 还有那个检定 检定 那个叙述统计 就是帮你去算一些什么 平均值标准差 全部这边的 还有重点是直方图 我现在就是要教你这个直方图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 就有同学他问我 就是 就有一天他真的 他打电话问我们说 怎么样帮他去做统计 我说这个应该算是很简单的工具 就是我不想你们要不要去统计出来 统计出来 假设我们有30个例 然后呢 已经有 就是完成完成1万个人做筛检的有几个例 然后完成2万人做筛检的有几个例 去做那个分布图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需求 或者你们的老板想不想看这些统计分析的数据 好 他想要知道说拿几个例 就是比较不好 各年的那个直方图 我们现在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如我今天我去看 我先看他的平均值是1600 1600 所以我先把他的那个组句 组句 例如说 我以200为一个组句范围 200 400 就是每一笔订单 每一笔订单 好 我就以200到5000来去做那个并 那接下来呢 直接去做资料分析的资料底下 资料分析底下直方图确定 然后接下来输入范围 输入范围记得哦 输入方式就是销售额 销售额这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他就选到Q2到Q3402 有看到吗 我是选销售额上面一点点 这个地方点一下 好 接下来 在主界范围 主界范围就是我这个范围 所以主界范围这边点一下 然后从W2选到W26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输出的范围我就放在那个新的工作表里 新的工作表 然后看看要不要有那个柏拉图 柏拉图 还有看看要不要那个图表 当然要图表了哦 或者是要不要画出那个累积 累积 我不想你们喜不喜欢看梯度 我们分析的时候 梯度很重要 就是在看累积 就是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 假设三月到四月 四月到五月 五月到六月 六月到七月 发现六月到七月是一个高峰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那个梯度直接上涨 那个斜率直接上涨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好 反正三个都打勾按确定 那你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梯度 这样子一个累积的变化 真的有它的意义哦 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平缓的一个上增加 好 相对的 我们去看那个 如果是那个订单 每一笔订单哦 每一笔订单 它是零到两百 大概有六百六十五张 然后两百零一到四百 有多少张 五百九十九 依此类推 四百零一到六百 有三百六十四张 那它这样子一个下降 是一个稳定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的那个 每一笔的记录呢 它里面的销售 是一个 是一个等于说平均分布 好 当然啦 我觉得这个时候 它绝对有一些特殊意义的 所以你 你如果预期看到说 它是一个 比如说这样一个平均分布 跟看到右倾 左倾 左倾 还是右伪 这其实我相信你们多多少少 我们念那个生物统计 一定都会很有兴趣 所以我不晓得 我只是让你觉得就是说 当你画图出来之后 会有人很有兴趣跟你聊天 聊这个内容 可是当你连图都不会画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问 可以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哦 不是哦 千万不要 反正假设你日后你有不会的地方 就真的希望说你可以透过写线方式 然后来去互相讨论交流 或者是你今天 假设哦 假设你今天只是画出全部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单独只绣出某一个领 或者是某几个领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看看说 它们跟整体之间的差异 做比较分析 好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它里面已经有的很好的工具 你只要点几个按钮就出来的内容 什么anova 好 以前你可能看一看那个统计学 但是它这边只是按几个按键就做完的事情 真的希望你们以前是不知道 可是现在知道了 你不妨不妨去至少画出一个分布图出来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假设有三十个领 你画出今年因为已经到12月 画出三十个领的那个分布图 我跟你讲那是很有趣的 那是很有趣 然后说不定你可以从中去给主管一些灵感 或者是施政的参考 但是要画出来 我们才能够继续讨论交流 而且这不难嘛 只是画对象你可能就 我只要挑什么第一个领 第二个领 分别来去画画这张图 真的你三十张图画出来 然后你贴在墙壁上 你就会发现那真的是很有内容在里面 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希望对资料分析文件统也有兴趣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上到这边啰 谢谢大家